贪腐问题吓死人 马化腾在内部大会上侧面官宣了 明年腾讯几十甚至几百员工 可能要被开除甚至进去了 那么讹长的贪腐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为什么马化腾要重点提到 留给QQ所在部门的PCG某些业务的时间不多了呢 又为什么他说腾讯网有可能被砍掉 现在的互联网贪腐有多严重呢 一个食堂都能贪走一千万 更别提赚钱的业务掌握实权的高管了 先看看往年腾讯反腐的战绩 2020年腾讯反舞弊调查部门 共发现案件60余起 100余人因被劝退 40余人因涉案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37家公司列入永不合作黑名单 2021年全年共发现并查处案件50余起 近70余人被辞退 1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主要涉及商业贿赂 职务侵占等行为 其中包括曾担任热播剧 你是我的荣耀 鬼学登之精绝古城的制作人张萌 以前常规查处一下就上百人 腾讯今年提升了内审内控的力度 结果直接出了暴击 查出大量内部贪腐问题 还牵扯到了部分中干 合理估算 怎么也得200人起步出事 不然怎么对得起马化腾吓死人的评价 他说很多业务做不了 就是贪腐整的 为啥要重点提到PCG呢 啥是腾讯的PCG啊 就是内容加社交平台的超级航母 其中就包括腾讯赖一起价的QQ 以及腾讯视频 QQ浏览器 腾讯新闻等多个优势业务 这个部门可以说养活了大半个腾讯啊 也有钱 也任性啊 之前PCG就有一万名员工 每人得到一部华为MateXS折递屏手机 市价值两万元 直接闹上热搜 可越有钱的地方 贪腐越严重 PCG就是腾讯贪腐的重灾区 2020年 腾讯公布涉及植物侵占 收受贿赂的22期典型案件中 PCG占比达到63% 是腾讯贪腐的半壁江山 千里之地毁于以穴 如今短视频可以说更迭了互联网商业模式和流量 腾讯PCG这艘超级航母 往外扩张 本就备受挑战 磕磕碰碰 马化腾又怎么忍得了员工在航母里凿动呢